Hello, 大家好, 朱春道 在香港的兩宋飯在疫情期間 好像雨後春筍冒起 便宜、正、又飽肚 成為不少香港人心目中的外賣首選 高峰期在名店 是指兩宋飯名店門外 更有過百人排隊這麼西非利 通常30-50元港幣 可以買到兩宋一飯或三宋一飯 份量頗足的便宜菜 有菜有肉 很長一段時間 這種餐廳模式被人標籤為社會底層的美食 但在疫情之後 在香港越來越多兩宋飯開 出乎醫療成為香港的美食時尚 在Facebook page有boop 幾萬人 甚至有人很有心思 弄了香港兩宋飯地圖給大家參考 在澳門有沒有兩宋飯? 澳門當然有兩宋飯 今天我去北區一帶看過 在赫西環新田海區 餘畫這間兩宋飯 應該不是叫兩宋飯 叫三宋飯 25元而已 兩肉一菜加飯 看看有豬手牛腩 有瓜、菜、豬頸、肉、鹹、蛋都有 門口的阿叔吃到津津有味 見到一位外賣冠軍車手 就來買飯吃 其實是很方便的 最適合外賣車手 因為吃完又可以繼續衝一輪 不過你們都看到 中午時分 點多鐘 都不是很多客 沒什麼客 所以澳門的兩宋飯 不會排長廊 接著轉到右看街市 附近文安新村這間外賣店 做三宋一飯 25元而已 看到這間生意不錯 基本上清晒倉 有椰菜 只有一些魚 其他都沒什麼 接著隔一條街 樂富新村 有另外一間 我發覺很划 三宋一飯 都是20元而已 非常划算 不過門外沒什麼人排隊 可能過了午飯時間 見到有梅菜扣肉 炒青豆 魚香茄子 還有豬手之類 相當美味 最後來到快子機 小販區 早排火粥 這裡貼著三宋一飯 26元 貴一元 如果多加一元 送多個老火禮湯給大家 見到也賣得七七八八 有椰菜花 有午餐肉 煎魚餅 蒸肉餅 都相當美味 可能有不少外籍 外勞光顏 所以中英對照 Lunch box is sold for 26 Special offer Lunch box per suit is 27 dollar 無 target 美食 無疆界 兩餐飯 三餐飯 除了澳門人 一向受歡迎外 外國人都喜歡 看看價目 二十多元 三宋一飯 是很划算的 因為你外出 就算在北區吃過麵 可能要三十多元 去中區 旅遊區 三十多元 四十多元 一碗麵 所以填飽過肚 二十多元 雖然我今天沒有買來吃 但味道的樣子 都不太差 相比香港 兩宋一飯 三十多元 澳門三宋一飯 二十五元 甚至二十五元 都有交易 是確實底的 不過如果出去 茶餐廳吃 澳門比香港貴 因為剛才我也說過 澳門三十多元 一碗麵 現在還有很多 二十五元 一碗麵 再送汽水 為他奶給你 所以真是大件夾底 剛才說澳門兩宋飯 由來已久 一向都有 但沒有香港人 那麼人山人海 香港人如果經濟不好 真是窮人比較多 澳門不是沒有窮人 澳門也有窮人 不過相對的數量比香港少 所以不會出現大牌唱龍牌兩宋飯 除了我們前兩年提督馬路 十元餐燒飯就有人排 不過十元相比二十五元便便宜很多 所以多人排都不出奇 而且那段時間真是多人失業 澳門的兩宋飯在疫情期間的確是多了一點 因為酒樓或茶餐廳做不到堂食 唯有推出兩宋飯 幫補一下 做一做外賣 將菜放在門口賣 將飯盒一樣 現在就少了一點 少了食股 但做開兩宋飯的那些 始終都繼續做 所以現在的數量是差不多 香港當然有經歷疫情 衰退 有失業 所以不只要食股 為了吊著條命 放下身段 在門口擺攤炒菜 做兩宋飯 但經濟差 市民需求又很大 所以兩宋飯成為一池的風潮 現在競爭大 有些為了搶客 還推出龍蝦鮑魚醬拔棚 不過價錢6至80元 有些網民還統計了 最多人最喜歡的兩宋飯菜式是什麼 蒸水蛋 番茄炒蛋 蒸肉餅 咕嚕肉 魚香茄子 和焦鹽豬扒 排第一 相信有些多汁的菜式會受歡迎 因為可以拌飯吃 不知道你們有什麼心水 吃過什麼兩宋飯 覺得哪道菜最好吃 和哪道菜最划算 留言告訴大家 好,這集看到了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素片尾截圖以為馬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集見